那我們接下來介紹的是反射電律 反射電律就是生活中就像打籃球對不對 那個插板球啊 就是先打到籃板再怎麼樣 彈到球裡面對不對 還有什麼時候用到反射電律呢 打撞球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撞球人家就是 不一撞旁邊然後怎麼樣彈過去對不對 還有什麼時候用到反射呢 那個鏡子啊 籃球啊對 還有鏡子系列是用反射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照後鏡嘛對不對 在照後鏡還是看反射對不對 所以那反射的原理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好 這邊有個圖 這個圖有幾個專有名詞 你要記得嗎 好 今天如果是一個聲音呢 從一邊呢 傳進來 好 聲音這樣傳進來 然後它會怎麼這樣 它會再彈出去對不對 它應該會這樣子 畫得不是很正 好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幾個名詞的定義 要弄清楚 這是P 這是Q 好 這邊有一條叫做NOMO的線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P這條線叫什麼呢 P這條線呢 我們把它叫做入射線 入射線 你可以把那聲音想像成一條線的話 就是它這樣子打進來 一顆球這樣子 好 所以P叫入射線 那Q叫什麼線 Q叫什麼線 反射線 Q叫反射線 Q叫反射線 好 那這邊有一條紅射線 這條很重要 因為它 它決定的那個反射的角度 這個 這個 這個義命這叫做反射面 這叫反射面 好 因為我們聲音的反射是跟這個有關係 那這條呢 紅色線跟這個反射面會 會 有個垂直的角度 這條叫什麼線啊 叫做法線 不是頭髮的嗎 法線 退後 不是 這個 ROMO叫做法線 這個 法線的英文叫ROMO 與反射線 因為這是從那個 國外的網站刷下來 與反射面垂直的 叫做法線 好 你要記得喔 它叫 它會跟它垂直 叫做法線 你們以後那個 學那個集合課 你會學到做一條法線 就是跟它會垂直 好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A點叫做入射點 就是在這個點 好 那這邊有角度 注意喔 入射角在哪裡 你猜猜看 是這裡還是這裡 是跟法線 怎麼樣 夾的角 叫做入射角 所以這邊有個角度 我們叫做 SITA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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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TAI呢 就是入射角 同學 SITAI呢 是跟法線的夾角 同學很容易搞問 就是 它會以為說是跟這個平面的夾角 其實不對 是跟法線的夾角 SITAI SITAI呢 我們叫做入射角 入射角 入射角就是跟法線的夾角 跟入射角 可以嗎 那SITAI SITAI 叫什麼呢 反射角 SITAI SITAI 就是跟法線的夾角 那是跟法線的夾角 那是跟法線的夾角 那 這邊還有講到這個定律 其實 再介紹一下 反射定律在講什麼 就是 入射角 會等於什麼 反射角 對不對 入射角 會等於 反射角 入射角 所以 角SITAI 會等於 角SITA R 這個叫做反射定律 就是 入射角 等於什麼呢 等於 反射角 那 每次看到有什麼 非有於小火 那個 他每次都會 那個壞人啊 那個什麼 杜芬 他每次都拿那個雷射槍 亂打 然後他就會用那個反射 然後就打回去 然後突然他就死了 所以他就用反射定律 然後 沒有死啦 他每次都不死 每次都不會死 好 所以 好 所以 好像那個電影很喜歡用這種梗 就是 那個 壞人啊 他會 打出個什麼東西 然後就是被自己反射打死 海嘴網也是啊 上次才出現一個 對啊 就是 那一個梗網比較有東西 然後他就是 也是被自己反射的 那個 球打死 所以他們都喜歡用那個反射的梗 就是自己打到自己 這樣 好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叫反射定律 好 所以 就是 我們 從